記得她的名字我來看一下 好 這妳的第幾名 第一名耶 蛤 這麼好 她好好耶 比她第一名耶 對啊 恭喜 超胖的 第一個 她的名字三個字 很完整 第二個 她本身長得帥 第三個字代表桃花 是 她說狡兔有三虎對不對 她是一條龍 有三個洞 喔呦 妳說那個歐字嗎 你虎才一個洞 她三個洞 所以她到處都有龍穴可以聚啊 可是這聽起來好聽嘛 三個洞天還不算 歐東代一個人知道吧 人龍相逢 人中之龍 找生貴子 無人能比啊 喔 她是不生這 一生噼哩啪啦的 跟那個鮭魚蛋一樣 生了兩百多個 對 這一定是 太多了吧 而且她的某方面能力有沒有 是超越她們那個 妮可跟杜莉的 那個第三個字很穩 如果她跟幸福在一起有沒有 幸福 恩愛 美滿 百年 享用不盡 算了 可是 但是 但是 喜忠戴優的喔 她那個筆對不對 戴兩把刀 閉手的閉嘛 對不對 不是屠龍刀 是被窄的龍 因為她有異性緣的 大家爭鋒吃醋 搶她 搶啊 你跟她在一起 她要跟誰在一起 我要跟誰約會怎麼辦 所以這個筆喔 傷她很深了 所以這筆 今天也不吝嗇 給她一個好名字好不好 喔 唉唷 改不改 改不改 就關係你後世的運勢 好不好 但是五千八還是要付啦 對 好不好 現在是五千八 明年不一定喔 對 當然 明年可能五千六囉 不是 欸 越老越貴喔 對 還行情 行情 所以她行情要用真的啦 她龍是土嘛 知道嗎 是 要有一片田 喜歡丁火 所以她喜歡有田 田代表土的意思 是 法壁歐 法壁歐 也不錯耶 她代表田地的意思 也代表丁火 增加生命力跟朝氣 而不用被愛情路上 處處挨刀 喔 好不好 所以不錯耶 要改 其實蠻好的耶 蠻好聽的 而且這藝術 跟杜蘭比真的很好 真的 太多了 沒有 杜蘭底子差一點啦 底子差一點 要靠努力 法壁歐可以嗎 其實如果跟這個法比歐 比起來真的好太多 是 因為我這樣講 一定有什麼把柄在他手裡 沒有 沒有 因為剛剛有收集 沒有 因為剛剛詹老師講的是真的 真的 那個筆子 它本來就是兩個匕首 所以古代來說 他意思是說 你可能要用類似的東西來 放在一起才能比較 對 而且第二個是 筆子本來就是 它不是只有兩個 它可能是兩個到三個 也就是說 你可能要 複數以上的東西才能比較 所以 它原本落在那個夫妻宮的時候 是會有影響 是真的會影響他的婚姻的 是 OK 謝謝老師 第二名會是什麼呢 是 好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名 第二名是 對 佩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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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名字是怎麼來的啊 對 我來上個節目 然後教我就是去一個名字 然後佩修 因為我的英文名字叫佩修 佩修阿里 所以我 我就問我的朋友幫我去一個名字 然後他們叫我去 去一個名字就是比較好記 然後叫我去那個 北西 北方的北 然後西方的西 北西 北西 為什麼不念北西 好像北西 好像北西 對 所以我覺得 因為我們 就是外國人的反應不好 所以我們都一直北西 我自己就去這個名字 佩修 因為就是 聽起來跟我的佩修這個名字 英文的名字 很合 對 那個第一個名字 第一個姓怎麼會叫慕 因為我 就是我們的 中東的阿拉伯的名字 跟一般的名字非常不一樣 我們那個名字很長 對 大概有五個字 比如說我的真名的名字叫 佩修阿里 阿里 阿姆 阿姆 好長喔 好長喔 真的也是嗎 因為我們的 就是我們的 詭異不一樣 因為我們沒有新名 我們就是一直拿爸爸的名字 然後我們的小孩子拿我們的名字 等他的新名 然後我們還是有一個新名 在後面 阿唸完會不會公車開 你的呼叫有好經驗了 其實你繼續 居留證都快寫不下了 喔 就是居留證你看 哇 超長耶 而且還 還拔掉兩個字 阿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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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放上去 對 因為寫不下 只有一個 對 我現在每一次去 他在寫過去 要寫到你兒童 是 我簽名 他們叫我簽我的英文名字 是 然後每一次都不夠 就是不夠 不夠長 所以他們的信用卡都很長 很長 喔 是這樣 你知道我現在 沒有 我現在我改我的簽名 我用中文的 現在沒有在用英文的 但是我 就是中文的比較方便 真的 不過是 木伯頌或是 佩修我覺得兩個滿好的 是 對 老師請問一下佩修這兩次 你怎麼看 佩修其實分數還滿高 因為他有8.5分喔 但是組合上面來說的話 他比較大的問題 應該 首先 第一個他人緣很好 你人緣其實還滿好的 頭腦也好 意志力也很強 這一點是對你很有幫助的這個地方 我覺得這個部分非常好 那 唯一的組合就是說 你如果加 要用佩修的話 不如加一個姓氏上去 比如說 李佩修 李佩修 可是後面這個地方相剋了 可是如果你加上一個姓上去的時候 他就沒有相剋的問題 會把那個原本有負面的那個 全部取消掉 所以 其實你稍微配一個那個姓上來的話 會非常好 如果你不喜歡李也沒關係 那用 七話 所有七話的字 來做你的姓氏搭配 會非常好 七話 永遠的母 母胚修 超過七話 超過七話 超過 詹老師請說 不好意思喔 那個他我給他 怎麼了不舒服是不是 很謙虛 要反規 等一下 這個 也是很高分耶 對 很舒服喔 他本身是 是馬 有彈 不是 因為他們聽不懂聲效 配個 你是馬 馬OK 那馬是火 馬是火 喜歡木 所以博松帶木是good的OK 是 但配修稍微弱了一點點 好 怎麼說 因為就兩個字嘛 OK齁 我幫你加這個名字之後 你以後就是這個節目的固定 每天來了 唉唷 我覺得他是屬馬 馬喜歡有蛇相伴 那馬要出人頭地 馬要向上提升 所以我幫他找了一個叫做 配修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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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沒講完耶 對啊 配修枝 配修枝 枝就是蛇的意思 謝老師你再說這個名字好 我真的 或是配支修也可以 配支修 這個字代表蛇形 也代表馬會出頭 讓他整個來說 天格 人格 地格 總格更完整 所以你那個兩個字的名字 是柏角馬這樣子 人家四隻腳你是兩隻腳 所以改配修枝 OK 謝老師你該說點話了 真的 你要說一些什麼 我要說 如果我們不看筆畫 就看生效來說 因為 他有胡筆 他有胡筆 你不看筆畫了嗎 對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剛剛提到一個很大的重點 你輸嘛 那個你給我看到那個 幹什麼 詹老師幹嘛 你不要一直這樣 這樣大家就看得出來 老師一直在修圖 因為支這個象形 在象形上面 姓名學裡頭有很多 第一個是形狀 那個支的形狀 就像一條蛇有沒有 一條蛇的形狀 蛇跟馬它是 我們講叫三貴 三貴 它是貴人 而且是非常非常強的貴人 所以我們不去看你的筆畫 光看生效的部分 我只看生效的 它就非常非常的好 那個是加分很多的 那我們想看筆畫 筆畫跟生效老師 怎麼了 因為剛剛謝老師就說 要找一個七話的嘛 你支就不是七話啊 對啊 對啊 配修之根 李配修 你選一個 我覺得李配修 李配修 我覺得李配修 聽起來合理的 剛剛陳語蕭會有給妳講說 七話還有吳嗎 吳配修 吳還滿好的喔 吳配修 我後來想一想 如果用生效來看的時候 他有蛇 他蛇嘛 對 那個吳反而比李更好一點點 如果用生效來看的話 這樣兩樣都配合在一起 就是最棒的 那如果把妳們兩個合在一起 就七話的話 那就配修車可以嗎 什麼 修車幹嘛 總要一記之長啊 要不要修水電 太多了 好記 好記 OK啦 吳配修 李配修 李配修 我覺得可以 就這兩個名字可以選 好 我們來看謝老師 第一名是誰呢 好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名 唉呦 欸 塞保羅文 塞保羅 塞保羅先生 其實 其實對 其實我說 我的真的名字是塞保羅 是 這個 因為我來台灣的時候 我的親戚朋友他幫我選 因為怎麼選呢 我是塞卡 所以塞 塞 然後他說塞很好聽 是比賽的塞 然後他說很適合我 我的個性 因為覺得我很喜歡參加比賽 然後保羅就是從Pavlo 就保羅 就英文的名字 但是我在台灣次年的時候 我不會講中 我覺得OK 之後呢 慢慢地開始學 發現常常被笑 我去了警察局 然後那邊就弄資料 然後警察就出來 然後說塞 塞先生 然後就站起來 然後大家就看我 開始笑 我說你們笑什麼 我說我是比賽的塞 對啊 然後在公司也是 我來這邊的也是 有人就說塞 我是塞先生 然後他就笑我 他們就說 MISTER 所以你們不懂 因為我覺得 這是個賽很不錯的 是 所以我跟我的 中國老師抱怨 他說 蔡台灣 蔡保羅 就台灣人可能就覺得不好聽 所以他幫我選別的名字 他幫我選 是 蔡博文 蔡博文 可是本來的博文 可是本來的博文就是多學博文 因為蔡一樣 他覺得 蔡 所以蔡 然後博文 他說因為我很喜歡讀書 所以不學多文 嗯 然後我覺得寫好麻煩 所以我說可不可以蓋我的文 就是英文的文 哦 本來就是那兩個博文啊 對 本來就是 下面那個 下面的 所以很複雜 你本來下面那個應該文字也會 被笑哦 是嗎 笑怎樣 文東西的文 我一直文 蔡啊 蔡 但是另外一個問題呢 我變了 蔡博文的時候 我不知道為什麼台灣人開始叫我 柯博文 我說我不是柯博文 是蔡博文啊 哦 對啊 所以他們也不喜歡呢 然後就 你知道台灣當中都是蔡英文啊 我常常就開玩笑 所以其實我是蔡英文的弟弟 哦 他們相信不是真的假的 哦 誰會相信 到底誰會相信 台灣人相信啊 我說我是我的弟弟啊 我是蔡博文 對啊 可是他們好像也不喜歡 哈囉大家好 喜歡我們的節目嗎 按下鈴鐺 訂閱我們的二分之一牆YouTube頻道 最新影片隨你看 精彩內容不漏街